男人睡得正香 却突然被一头啊哈天醒 他摘下眼罩 结果差点当成下料 这里竟然被困在了万米高空的悬崖上 而下方是圆巫缭绕的万丈深渊 他抬头一看 原来降落伞被老树缠住 这才勉强救他一命 可整个墙壁都是光滑的冰面 他要怎么才能爬上山顶 男人集中身智 他脱下凉鞋 将匕首放入其中 接着他双手之刃 开始锋利地向上攀爬 随着这匕首质量太差 他突然一个亮枪 立马又急速下坠 也看老树就要承受不住 他联盟调短碎姿 用刀割弹降落伞的绳索 就在危机关头 老树断裂 他也成功砍断绳索 再次侥幸逃过一劫 但没有了老树的指成 男人也彻底无助了 这就是他抬头一看 竟然发现了一位绝世高手 他靶心一横 直接学起了山羊 手脚并用 撑在了缝隙之间 最后便小心地向上攀爬 可好不容易 有个落脚的地方 下一秒 吊死了冰面 又突然开始坍塌 他赶紧一个起跳 也不管3726 踩着山羊 就一把冲到了熊鸦边上 这下终于得救了 可没想到 一只独角公羊 竟然挡住了他的去路 突然公羊一个Oligate 差点就说 男人下去拧了河饭 他急忙控找身体 就在公羊再次突袭时 一把捞住了他的路脚 公羊之痛 竟然硬生生 将男人拉了上来 总算捡回了一条老命 男人敢冒安否山羊 生怕被别人听到 因为他的任务 才刚刚开始